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聚焦洛杉矶 我是主持人子萱 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洛杉矶县新型冠状病毒病例超800例 13人死亡的新闻 洛杉矶县公共卫生部25日公布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最新统计数据 死亡人数增至13人 在过去24小时之内 洛杉矶县新增确诊病例138例 目前整个洛杉矶县确诊病例达到了812例 其中包括长堤市新增病例13例 洛杉矶县公共卫生局主任费瑞尔表示 25日新增死亡病例的病人年龄平均超过65岁 而且有其他疾病史 但是费瑞尔说新冠病毒没有年龄限制 县卫生官员表示 年轻人因为抵抗力比较强 所以很多人即便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 在开始的几天之内也看不出明显的症状 而这时恰恰是最危险的传播疫情的阶段 因为年轻人不知道自己染了病毒 所以他们四处游走 派对 聚餐 让所有接触过的人都成为受害者 费瑞尔表示 如果有人接受了新冠病毒的检测 而且在等待结果 医生会对你说 现在假设你的检测结果呈阳性 这位接受了检测的人就应当要按照规定去自我隔离 这意味着接受检测的人需要待在家中至少7天 直到72个小时之内再未出现过发烧等疑似症状为止 费瑞尔特别提醒说 切记不要离开家 除非是去看医生 我们要求接受检测的病人通知其所有曾有过密切接触的人 你已经被新冠病毒感染 或者可能已经被感染 这样曾经密切接触过病人的人才可能开始隔离 费瑞尔说 这些密切接触过病人的人需要隔离14天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军医疗船人词号 本周抵达洛杉矶港协助控制疫情的新闻 总统特朗普在22日的时候宣布让海军医疗船Mercy人词号 在23日离开圣地雅各的母港 于这周起停泊在洛杉矶港 这艘船将提供额外的1000张床位用于非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 让地方的医护人员可以集中资源处理新冠病患 美国海军日前公布了医疗船人词号的资讯 该舰长度达894尺 全宽106尺 满载排水量7万吨 速度为12节 全船最多可以拥有多达1200名医护人员 还有71名水手 这个海上医院可以同时拥有岸上医院的能力和设备 甚至可以保存最多5000单位的血液 医疗船人词号拥有一部CT扫描器 4个放射室 12间手术室 还有1000张病床 1间隔离房和80张重症监护病床 另外 在洛杉矶县政府的安排下 喜莱登酒店在3月23日到5月31日之间被用作隔离区 并可以选择延长四周 该地点还将为急救人员 执法人员和医院的工作人员提供托儿服务 当局还有提供食品储藏式drive-thru 为Pomona Valley和周边的社区提供急需的食物 根据洛县公共卫生部的命令 整个县内的场所都被视为潜在的隔离地点 洛县政委索利斯表示 已有其他空置的汽车旅馆和酒店与县政府联系 提供物业作为可能受感染病患的住所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洛杉矶县枪支店全部喊停的新闻 新冠病毒扩散至全球 不少美国华裔担心疫情会引发仇中的攻击 纷纷囤扣枪械弹药放身 洛杉矶的枪电在过去的两周生意暴涨数倍 那这个现象将不复存在 洛县警局已经正式宣布要求所有枪电暂停营业 洛杉矶县警局局长维拉牛娃表示 枪械不属于生活必需品 因此枪电必须暂停营业以符合州长的禁足令 他表示如果枪电不关门 店主就会被传唤 并且面临吊销营业执照的风险 维拉牛娃强调 枪电和俱乐部业总会等同样属于非必要商业 因此警局会加强巡逻以确认他们已经暂停营业 根据洛杉矶时报的报道 维拉牛娃提醒所有的枪支类生意必须立即关闭 警方也会派出警务人员和那些仍然在运营的企业进行沟通 确保这一规定准确传达 维拉牛娃个人对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拥枪权表示支持 但是他认为在疫情中只有生活必需品或者相关企业才有营业的必要 此外任何商店都会增加新冠病毒在南加州的蔓延 不久之前 县政府宣布加强相关规定 要求所有非必要的商业活动必须停止 并且不得向公众开放 但是也有例外包括食品和医疗服务 交通社会服务和许多其他设施 该命令要求非必要的企业关闭其下所有的实体店 特别是那些非必要的零售商店 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在家工作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洛杉矶县所有的高等法院禁止大众进入60天的新闻 防止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扩散 洛杉矶县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巴西雷 在其官网宣布了一项新的指令 禁止大众进入洛杉矶县所有高等法院 指令即日起生效到2020年6月22日 拥有授权访客不适用于此指令 巴西雷称 这项指令是为了在新冠病毒爆发期间保护公众、法院工作人员和司法人员的健康和安全 该指令是法官依据加州政府法典第68,115条规定行使的紧急权力 并在得到了首席法官龙科耶的授权后实施的这项指令 这是美国最大的法院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 新指令立即生效 详情包括有 即日起推迟所有刑事和民事案件审理 未来60天将优先进行保释听证会 法官、专员、法院工作人员在任何时候都被限制进入洛杉矶县法院直至另行通知 提审、初步听证、动议、审判等法庭程序仍然正常进行 但限制当事方、律师、证人和获授权人员进入法院直至另行通知 比佛利山庄、卡塔林纳州和斯普林街法院的公共开放区域全部关闭 直至另行通知 希尔玛少年法院即日起暂停关闭三天 法院行政长官、法院书记官将用电话和网络办公协助首席法官完成基本的日常工作 即日起暂停所有刑事、民事陪审团以及非陪审团审判 包括非法拘留审判直至另行通知 所有刑事案件将出具90天内不间断状态报告和进度报告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因犯有轻度刑事案件的收押人 其案件将在90天内被审理 根据刑法第1275条 针对所有被拘留者进行的保释听证会 无论其属于轻罪或者重罪 都将在未来60天之内优先进行 在所有法院和审判室中 所有人应该至少保持6英尺的社交距离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大游乐园持续关闭到4月的新闻 由于新冠病毒的爆发 好莱坞环球影城将继续闭馆到4月19日 比原计划的3月底延长了超过3周 其他各大游乐园也暂时没有开馆的通知 旗下的新项目建设也都一一停工 根据洛杉矶时报的报道 环球影城游乐园在3月14日正式关闭暂停营业 以响应州长纽森的禁足令防止病毒的传播 本该在今年春天推出的宠物的秘密生活 这一游乐项目完工与否尚不可知 环球影城在声明中表示 将继续监测情况 根据卫生机构和政府官员的指导 做出必要的调整 迪士尼乐园和迪士尼加州冒险乐园 也在3月14日正式闭馆 并且计划关闭到月底 目前迪士尼的相关人员并没有表示 是否会延长闭馆的时间 以漫威漫画和电影中的超级英雄为蓝本的 加州迪士尼冒险乐园最新扩建项目 复仇者联盟园区本预计于今年7月18日开幕 但是迪士尼代表曾经在城市济世报上透露 复仇者联盟新园区的建设项目 因为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已经停止 而另外米尼的失控铁路项目也停止了建设 根据了解 迪士尼和环球影城曾经表示 为了不造成游客损失 购买了年卡的游客可以使用年卡超过原定的有效期 还有南加州的知名乐园Notes Berry Farm也已经关闭 一年一度的美食节也取消 并将持续关闭到5月中旬 六旗魔术山游乐园3月13日开始关闭 并且计划一直关闭到3月底 但是六旗魔术山至今为止 仍然没有公布最新的关闭消息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聚焦洛杉矶的全部内容 我是主持人子萱 希望您待在家中好好保护自己 我们下期再见